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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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成的理书 具体来看 六理分别是 第一理叫 就是男方找媒人往女方家提亲 对方同意后再请媒人正式向女方家那采则之理 第二理叫问明 就是男方把写友询问女方姓名和生辰八字的书闸 托人送到女方家 第三理叫纳吉 就是男方问完姓名 和完八字后 将补婚的吉兆通知女方 并送礼表示要订婚 第四理叫纳征 也叫纳璧 就是男方往女方家送聘礼 第五理叫请妻 就是男方家选好结婚日期 写好请妻礼书 让媒人带给女方家 和女方商量迎娶日期 第六理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亲吟了 就是男方去女方家迎娶对方 到了宋代 朱子在家里中将六理简化成了四理 分别是一婚 纳财 纳璧 和亲吟 而朝鲜时期 理在的四理变兰 十分推崇朱子家里 所以关于四理的部分 它是照搬过去的 也就是说四理变兰当中规定的婚俗 也是这里的四个礼 其中和六理不一样的是 一婚和纳贝 纳贝其实和六理中的纳征是一样的 一婚是从媒人提亲到双方订婚的整个过程的统称 另外要注意的是 纳财在六理中是第一理 但在朱子家里中顺序排在一婚之后 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 在实际当中 韩国传统婚礼的流程 并不完全按照礼书规范来进行 而是融入了传统民俗中的一些习俗 所以礼书中的婚俗流程 和实际民俗中的婚俗流程 是有一些区别的 实际民俗的流程 大体可以分为 实际民俗的流程 大体可以分为 一婚 交行 大礼 新行 再行 和东床礼等 先看一婚 这里的议婚 也是指谈论婚事 直到双方订婚的整个过程 根据四理辩览 男子在十六到三十岁之间 女子在十四到二十岁之间 十二十岁之间 十都可以议婚 议婚又分为 众媒 纳采 捐集 和纳币 四个流程 众媒就是男女两家 通过中间人来交流意见 最终达成婚事意向的过程 其中比较多的是女方家长 打听男方的籍贯 出身以及家族情况 反过来 男方一般不会主动 不会主动物色女方 都是从没人那里听来 女方的情况 然后根据女方家长 尤其是其母亲的人品 来判断女方的为人 纳采 就是男方家 收到女方家 同意婚事的答复后 将男方的生辰八字 纳采文书和礼丹 送到女方家的过程 生辰八字 生辰八字又叫四星 写有生辰八字的叫四柱丹子 写有正式请婚文具的叫纳采文 也叫请婚书 这两样要一起用红布包好 礼丹是男方家 向女方家 向女方家人表达心意的礼物 一般是衣服 一般是衣服或布料 捐集又叫择日 就是双方挑选结婚的吉日 一般是女方家 收到男方的生辰八字 觉得可以后 便挑选吉日 并用捐集书告知男方 表示许婚之意 也有跟六礼中的纳吉一样 由男方家挑好日子 再征求女方家同意的方式 或者由没人综合两家情况 来挑日子的方式 结婚吉日 一般在阴历十月 一般在阴历十到十一月当中挑选 即秋收结束之后 要避开的月份 有腊月 双方父母结婚的月份 有祭祀的月份 润月等等 纳币就是在定好吉日后 由男方家向女方家送聘礼 南方一般要准备新娘要用的婚须品 纳币书 以及聘礼箱中的物品清单 聘礼箱在韩语中叫做汉 里面一般是给新娘的布料等 纳币时 男方家会挑选 有福气的下人 将聘礼箱抬到女方家 女方家会布置好房间 并准备一份彩礼膏 彩礼膏有辟邪除恶之意 当天在场的所有人会分着一起吃 议婚之后的仪式叫交行 就是男方前往女方家 举行交礼的过程 此时男方需要穿着纱帽 与父亲、伯父等家人一同前往 到达女方家附近后 要换上大礼服 交礼是男女双方见面后的 一系列仪式 也是两人结为夫妻的重要仪式 属于大礼的一部分 大礼主要有电宴礼 交拜礼 合金礼等环节 后两种合称交礼 举行交礼的场所叫交礼厅 按照礼书 只有电宴礼是在女方家进行 之后要一起移动到男方家举行交礼 但在韩国传统婚俗当中 整个大礼仪式都在女方家进行 电宴礼是男方向女方家乘送木制大宴的仪式 也叫小礼 南方朝北跪坐在事先准备好的电宴床前 电宴床前将用青红布包好的木宴摆好 行再拜礼 女方母亲则将木宴取出 轻轻扔到新娘面前 如果木宴正好立着 则寓意生男孩 倒着则寓意生女孩 之所以用大宴 是因为大宴产子多 很遵守秩序 而且对另一半很专一 交拜礼是男女双方互相行礼的仪式 男女双方面对面分别站在交拜桌的东西两侧 女方行两次礼的话 男方行一次礼 如此重复两次 女方代表音 所以行礼次数是偶数 男方代表羊 所以行礼次数是单数 这代表了阴阳调和 行交拜礼属于行大礼 要用拱手拜的方式 合锦礼是男女双方 三次交微久 以示婚约的仪式 第一次是向天地示约 第二次是向对方示约 第三次是寓意百年好合 男女双方结束合锦礼以后 就要入洞房了 这个又称何公礼 到此男女双方正式成为夫妻 大礼结束之后 夫妻二人要回男方家 这就叫新行 也叫余归 大部分情况是新郎 在新娘家睡一晚 或住三天后再回去 也有结束大礼当天 就回去的 回去后 新娘要向新郎家的亲戚 行礼 并向家中老人 承毕伯 寓意新娘加入了南方家庭 南方家长辈会往新娘裙子上 扔大枣和栗子 寓意多生贵子 在行礼 就是新郎新娘回南方家三天后 又回新娘娘家 这也是新郎在婚礼后 第一次回去 此时新娘娘家会招待周围邻居 晚上还会举行冬床礼 冬床礼是为新 东床礼是为难新郎的一种仪式 新娘娘家周围邻居一起对新郎进行提问 游戏等 目的是为了测试新郎的为人 从整个传统民俗婚礼的流程可以看出 其中有受到中国理智的影响 但又包含着韩国传统民俗的要素 即男归女帝的影子 依然是能够看到的 韩国传统婚俗的流程 与《四礼辩》中所揭示的流程是完全一样的 错 传统婚俗既有礼书中的流程 又有民间习俗 本节课的关键词如下 希望大家通过本节课的关键词 可以回顾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